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集節目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在英國讀書 功效STATE SCHOOL和私校 INDEPENDENT SCHOOL的分別是怎樣 很多家長來都問我問題 究竟讀功效和私校 或者如果要轉的話 什麼時候轉會好呢 我都會和大家說一下 大家對於A級選科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回到上一次 我們和AAS那方面 一起拍過的影片 在描述下也有的了 過來的香港人 說真的 收入沒有香港那麼多 之前有集節目和大家說過 已經教師說收入來了就少了三分之二 雖然綁著750萬港幣來 都說再吃三分 部份帶著一些積蓄的來 也要買樓 還要慢慢撕 這方面很多家長都會覺得 其實來到英國讀STATE SCHOOL 都叫做英國的學校 國際學校 可以這樣說 就不用讀私校 其實情況是否真的 今天請到嘉賓Daphne 和大家說說 Daphne你好 聽不聽她說話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phne 是AAS駐英國的教育股民 是呀 剛才我說了幾個問題 你也聽到 其實是否有個分別在 其實我都很明白 在預算上 香港人可能未必 就會很鬆動 或者過了過來之後 就立刻很擔心 未來去準備 就算可能拿了一筆接觸 都未必很花錢 那我自己當年也是讀STATE SCHOOL 不過我其實想回頭 我都會覺得 如果我當時有選私校 就可能會 出路會更加好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會是眼界線 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試 例如可能開飛機 課餘活動 騎下馬 打下歌法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活動 你越小過不懂 就越多人教你 但是你越大 出到社會 大家就不是去教你 而是你有沒有玩這個活動 就在一起 還有 特別是香港的同學 很多時候都會說 自己沒有任何興趣 除了打機之外 其實你不試多些 你不接觸多些 你怎麼知道 你對什麼有興趣呢 還有中學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平台 給大家是一個Networking 都給大家接觸一下 不同範疇的人 都很直接影響大家日後的圈子 另一件事就是 Academic Preparation 和Study Fight 因為私校始終會是從GCSC 已經開始去幫大家 去準備入大學的條路 再加上私校 除了一些Academic Excellence的學校 還有一些學校是 我們在學校的項目 學生的程度 也會比較相似 而是同一個大學 也會提升到D、C 也會提升到D、C 也會提升到D 也會提升到D 同一個學生的程度 也會提升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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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stay school 他们可能比较参差 因为好的学生可能很好 弱的学生就很弱 那老师可能未必遇到那么多个学生的需要 而如果你可能程度相似一点的学生 那针对性就会更加强一点 那学生的take away 或者老师 更加知道他怎样帮学生是最好的 那另外就会是那些老师可能更加多经验 去处理国际学生的问题 因为有时stay school的老师可能他们都很热心 很想提供我们的国际学生 但他们真的不熟悉 因为他们没有处理国际学生 未必很清楚我们的需要 甚至乎未必很知道怎样去帮我们 例如可能文件上或者yuka上面 我看到有时有些学生是被人当了 local student去处理 这样去填 那变上就会填错东西 这样就会出事这样 哇 说这件事 大家我想来英国住了一轮市的朋友 都是心痛感受 什么都可以错 包括律师 包括主业人士 做事都是未必那么认真 讲回了 其实很多家长都希望亡子成龙 希望他们可以进入一间 很好的大学读一些他们喜欢读的学科 说回了 其实为读师校进入好大学的机会 是不是大一点呢 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女儿读书很厉害了 读书都很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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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都可以进入牛津剑桥的医学院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真的很似乎 也看你好不幸 或者学生本身的能力 因为呢 其实你就这样看大学的网站 他们表面的requirement 好像分别都不太大 就是我E4也是AAA 然后computer science也是AAA 那我为什么不选择E4啊 或者这样呢 那其实呢 除了表面的academic requirement 还有很多hidden requirement 很影响到你能不能拿到那个author 包括可能interview 这样 例如私校 例如Cardiff 6th form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university preparation 给大家 包括可能一些入学考试 怎样准备 一些interview 怎样准备 举个例子 我们的同事 他自己当初呢 都在香港的band one top的学校 就转过来这边 读一间 好top的功效 香港很多band one A的学生 都入了那间功效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academic 都很strong 然后他们就很多人都会有apply Osbridge 就拿到Ossbridge的interview 但是最终呢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学生呢 是拿到Ossbridge的offer的 直到他现在出来做我们这一行才发觉 原来呢 私校是多很多不同的support啦 包括可能是 例如Cardiff 6th form 说到这间学校的例子啦 他们呢 都有一个Cambridge的campus啦 那他就有这个地理上面的优势啦 很多时候他们的Cambridge的alumni 就会回到学校做个mentor啦 去给予不同的preparation的学生 和和学生去谈 除了去准备入学之外呢 就是一些入学考试或者interview啊 那些mentor分享回他们当初入学的经验之外呢 就讨论那间学校现在他们读成怎样啊 或者那个学科 是否适合那个学生 给你入大学之前呢 最后再想清楚啊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间学校 或者这个学科呢 这样 那变上呢 其实有时候就会 有一点点遗憾啊 就是不是你academic上面准备不了 而是周遭的事情不是很配合到 甚至乎我自己当初啦 我自己读stay school的嘛 我都有个学生 我都有个同学仔啦 他的academic是很strong的 那他也是拿到 Ostbridge的interview啦 那他很开心地跟学校share这件事啦 那学校也很等他开心啦 那就没有任何 说其他东西那样啦 直到那个学生呢 去interview 当天呢 他才发觉 原来学校呢 有事前传个interview question 给他啊 那他当天才准备啦 那他去到呢 第一件事就跟学校 跟那个interview 说 啊我今天才准备 我不知道原来 事前有发过问题过来啊 所以我准备的时间比较少这样啦 那希望有些同情分可以拿到这样啦 那但是那个interview 第一件事就跟他说 You are not the first one and you won't be the last one 那其实他不是很care 你用多少时间去准备 他只是想要结果而已 那最后当然啦 他是拿不到那个offer这样啦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可以 就是思考 GCSE 已经开始给你准备啦 那你更加清楚这个procedure是怎样啦 还有提早准备啦 还有多些不同人去帮你去准备啦 或者practice 之下呢 你就会可能 更加清楚的流程是怎样啦 那便是就不会因为是周遭的问题 配合不了 而是拿不到offer这样啦 明白啊 都知道呢 有很多事是一分辞一分课啦 但是钱上面呢 都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啦 如果budget有限的话呢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到家长呢 嗯 都明白啊 那些家长可能未必可能很早可以送到学生去私校那样啦 都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education system啦 那可能呢 我们就集中火力去最后那两年啦 就是year 12和13的两年啦 因为始终这两年呢 就是最后直接影响你的成绩啦 你日后的path grade啦 你的准备啦 除了一个interview preparation啦 Ospirch preparation之外呢 其实那个读书环境都很重要啦 因为始终呢 私校他们就很多不同的配套啦 包括一些study room啦 还有除了老师教得好不好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年纪的学生呢 同学之间的影响都很大呀 那如果那些学生全部都是study room 在那儿温书 你都不会自己走了去打机这样 因为你都没有人陪你一起打机 因为有时候 打机真的很受人影响的 就是身边的人每个打机 那你都会很有兴趣走去打机呀 那如果大家都在那儿温书呀 那你都可能会变相比较自律这样啦 那相反啦 可能stay school的学生啦 那就有特别是他们的本土学生啦 他们的mindset呢 就跟大家很不一样啦 那有大部分呢 其实跟我们香港学生的想法不同啦 他们是不打算升大学的 那面上其实比起一个大学degree的sirp啦 他们更加倾向一些职业培训的课程多一点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他们对考得好的大学的渴及呢 其实是比我们低很多的 那除了6 form之外啦 那大家可能可以考虑是foundation这样啦 那样啦 因为foundation呢 始终是读一年啦 还有它不是一个考试定生死的那样啦 那它是 建立那间大学那里去读那个学科啦 让大家事前适应那间大学这样啦 那但是当然啦 选A level 还是foundation呢 很视乎那个学生选择好了学科 因为foundation呢 很多时候你是已经target了哪个学科啦 例如我想读物理治疗的 那我就去某一间学校读他的物理治疗这样啦 那foundation的优点呢 就会是可能小班教学啦 那一年制就已经可以进入大学year one啦 还有呢 它是guaranty课程这样啦 那九成几个学生呢 都会进入那间大学 进入同一个学科 当然有些学生可能读完foundation之后 发觉对那方面没什么兴趣呀 然后就要转科这样啦 接着就是 建立大学校园导上课啦 那就变成呢 是比起year one的学生呢 更加早去适应大学的上课模式呀 还有适应那间大学这样 还有上课的时间呢 都比较胆胜啊 除了九月开学之外呢 那有些学校呢 都可以做到一月这样这样 那当然啦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呢 顾名思义是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为主啦 那所以大家呢 部署着怎样去拿pr啊 什么时候入职的时候 都会再考虑回 啊 其实入foundation的baniford 多一些我会不会考虑入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呢 那如果是的话呢 那个时间性 什么时候入职呢 都要再部署 可能会不会考虑入了foundation先 make sure自己拿了大学的入场券 那才再去入职 因为到时呢 大家再转个 fee status 都是可以这样的 那至于一些热门的foundation 很多同学争了 例如一些 Health Science 却学科 E4 物理治疗 Occupational 或者是一些nursing program呢 这些就比较业满了 甚至乎另一些 engineering方面的数理学科 都是比较多的学生去选择 就会比较早呼 因为始终 foundation呢 都是有cota制的 那我们做 那这些同学制做到呢 guaranteed program呢 就是因为 大学一年留了10个学位 给foundation的学生呢 那foundation里面呢 只会收10个学生这样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guaranteed program的形式 所以foundation呢 都是会有满位的情况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学生呢 就要快走啦 这样说呢 原来这个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呢 真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存在的捷径 考完GCSC的部分 就有机会就可以申请进去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比起读师校6 form来说 6 form也要读两年 现在international foundation是读一年而已 虽然都是要付钱的 读一年当然就算了便宜过读两年了 而且入大学的机会就超过了 九成多了 基本上都是guaranteed program的 还可以做一年就开始享受这个大学的生活了 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其实是的 因为如果你比起 可能stay school 里面free range 这样给那些学生去读 当然有些学生都可能真的自己自律 又或者很厉害 是真的拿到osbridge的提供的 但是作为家长可能都希望稳定多一点 是配套到给到最好资源的学生 可能最后这一两年 始终入大学前这一两年是最重要的 就可能给到最后资源的学生 是先进入大学 而且这次虽然我们没有盖上准备的部分 但其实我们这两个月都是密罗紧固的 帮大家去了解大学最新的资讯 确定他们可能是修身情况 或者是grading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看到时怎样可以尽快支援学生 因为始终学位都比较紧张 特别是A-level的学生 你们放榜是比较迟的 因为clearing是说七月初已经开始了 一些IB或者DSC 甚至加拿大学籍的学生已经放了榜了 所以他们是会给我们A-level的学生 是会早一步进入clearing的情况 所以A-level的学生 就更加要比起其他人 是会准备得更加好 因为到时学位真的会很紧张 也希望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了解第一手资讯 或者是尽早跟我们的教育顾问联络 我们的Facebook 在放榜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Facebook 在相当中的Facebook 你的Facebook 提供后 那空间的基因 是更加好 case-by-case 地做得更好 去追求你的情况 除了我们的服务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收费服务 包括有普通的A-level GCSE 的补习之外 我们还会有Health Science E科的补习 一些MMI Interview的补习 或者进入Health Science 例如Physial的补习 都可以给大家 准备好好的Portfolio 保证你的Portfolio 是最好的去申请大学 最大机会去取得你自己想要的 学科的offer 你的服务都很全面 有些可以免费的升学咨询 也有些是收费的补习班 也很有兴趣 大家知道的话 也要联络你们 所以我们也说到 学生如果想入大学 但成绩未必很理想的话 其实说来说去 仍然有很多可能性可以考虑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灰心 是的 其实谈下去 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选择 今天时间始终有限 没有遇到那么多 例如可能读健康科学的学生 都可能可以去考虑澳洲 因为医科、牙医、兽医 他们对于国际学生 是比较友善 还有到时出来的人工 可能又会高一点 有利益又多一点 又或者有些学生 已经读了Bachelor 可能想转学 例如有一些 Psychology 的Conversion course 可以读 或者是转去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一些Engineering BioCam 的学科 他们想转跑道 都想和大家分享 不过今天的时间 就不允许了 当然了 我们的服务就是免费的 包括可能是签证 家务人 或者转其他国家 或者是帮大家报名 等等各样服务 全部都是免费的 因为始终我们是 学校代表的形式 我们是代表 可能五百多间学校 去帮大家 就是帮一些学校 去recruit学生 所以我们的收费 是真的会免费的 是的 今天时间有限 说到这里 欢迎各位观众 首先 追踪他们的IG 或者可以和他们 直接约时间 做个免费咨询 既然免费 都没所谓 听听说些什么 到时做不做一个决定 到时可以再做一个 自己再做一个决定 这两集 其实都说过 关于Yukas的办法 如何搞 也都说过Firm Choice Insurance Choice 征打细选 下面 如果想转思考 有什么好好的方法 作为家长 未必可以一样 都安排很妥当的 铺平这条路 至少听多些 知道多些 也都听多些免费的资讯 每条路 都可以有多些的选择 今天节目时间 就说到这里 麻烦大家到前 点点赞 如果还没订阅 胡思法频道 点赞 拜拜 要拜拜